今天林鄭在開會前主動跟記者講到有關於她和民主黨 在黨慶的互動方式 因為李華明唱歌 籌到27萬 還欠3萬元才投訴 於是林鄭 基於跟李華明的友情 沒什麼特別考慮的情況下 決定贊助李華明多3萬元去唱歌 這件事引起有很多的異論 包括網民罵爆民主黨 建制派也是孫葡萄 林鄭今天主動出來澄清 說了一番這樣的說話 有關於我在民主黨的晚宴舉措 我在這裡或者再次澄清 那晚是一個很正常的聚會 因為我真的覺得作為行政長官 如果有不同的政黨 有這些晚宴 他邀請我 我一定去的 除非他是一個鼓吹港獨的政黨 你就不用遇我了 否則對我來說 是沒有什麼分別 我都會很樂意出席 那晚這個所謂 捐款3萬元 我形容是一個很人性化 是一個友情的 行為 因為如果 我相信有些傳媒朋友都在場 那天氣氛都很融洽 李華明先生跟我相識了 真是超過20年 他上去唱歌之前 就說 Carrie 因為他跟我一樣 都很相熟 他說Carrie 你聽著這首歌 《笑漢風雲》是唱給你聽的 留意一下歌詞 上到去 他就說他籌了 二十六萬 真的很希望齊投訴 看看在場有什麼人能夠繼續 贊助他 我看到有人舉手 等了一陣子都沒有人舉手 那我就 很下意識地去支持我的朋友 只此而言 引起了對於民主黨的不便 以及引起了 建制派政黨的不安 我只能夠說 就不好意思 至於那三個字 大和解 我的同事都跟大家澄清了 在 行政長官辦公室裏面 一個技術的同事 處理這些 Instagram的同事 某程度上 自作主張 他都跟我道歉 大家聽完之後 給人家的感覺是什麼呢 我感覺就是 他提到兩件事 一件事 就這樣 令到民主黨不便 我相信 就是 網民罵爆他 支持者罵爆他 他很尷尬 建制政黨的不安 建制政黨的不安 建制政黨的不安是什麼呢 他們的酸葡萄 我都說過 怕林鄭 移情別戀 究竟 這個 做法 是不是 跟建制派的關係疏遠 和民主派的關係親密 走得更加近 這個不安 林鄭今天澄清 純粹 因為跟李華明 認識了幾十年 適於微時 所以 而且李華明 主動在唱歌之前 跟他說 這首歌 《笑漢蜂文》送給你 Carrie 請留意歌詞 於是下意識 給這三萬 亦都說大和解的hashtag 在Instagram 那裏就是 處理技術問題的一個職員 犯的錯誤 他已經 自作主張向他道歉 這件事為何 林鄭會撒有介事這樣說 大家如何去解讀 如何分析 今天有一個網媒提出 這件事引起了西環的關注 不單是說這件事 不單是說這件事 而且說林鄭最近有一連串的動作 包括真是放 這個泛民一馬 例如 主動地說DQ4 那些 給了新樽 是不是用這個撇障的方式 不用追 又說 這個委任 兩個外籍 外籍的女的法官 就做這個終審法院的 非常人法官 例如這些 動作或者跟這個 民主黨的關係走得這麼近 就引起西環的關注 甚至引起西環的不滿 有什麼跡象呢 他的跡象就說 黃志民 中聯辦的主任 在最近一次 新春的酒會及 團拜 為特區政府做的 請了林鄭 請了三司 其他這個主要的官員 就去這個酒會 黃志民 就在酒會那裏 支持 勝贊 林鄭 這個立場 是堅定 就是這個守原則 去贊他 但是文匯大公對這個報導 除了 袁文趙鹿 黃志民的說法之外 那些圖片 只不過就是有黃志民的單頭大相 就沒有了林鄭 沒有了林鄭的 這個 的照片 是不是 這個零一這樣說 引述這個資深的建制派人士 是不是 其實西環呢 是想給點 color 給點面色給林鄭看 你緩和和泛民的關係OK 不過 不要走得太近 折二連三做這樣的事情 不是我們條路線 就說這個做法 已經 觸動了這個北大人的神經 文匯大公這樣去報導法 很明顯就是 如果照正常的報導 黃志民 開口讚 林鄭 立場堅定堅守原則 沒理由一張照片都沒有黃志民的大頭 他們都會在酒會上碰杯 是不是 會這個捉酒等等 為什麼只有黃志民沒有了林鄭呢 是不是想 釋出一些訊息告訴林鄭 你聰明一點 你叫做些事不要做到那麼盡 又委任外籍女法官做這個 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 大佬 法院是什麼 法院是三權合作 大佬 又說不追這個DQ4的 這個新津 用這個撇障的方式 窮追猛打 而將盛勇追窮購 又放姚松炎入閘 雖然最後他輸了等等 你又去這個民主黨的黨慶 又捐三萬元 是不是 會給別人一個訊息呢 會覺得你 就好像 和泛民的關係太密切 我自己的研判我就不排除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西環是不滿 文匯大公 是反映到西環的意志 所以用這種方式給林鄭看 但是林鄭這個做法 是引起西環不滿的原因不是林鄭是犯了政治路線的錯誤 可能在技術上面 那些建制派 建制派 你知道的 這件事出了之後 他拼命 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 是告這個 林鄭撞告得很厲害 起碼西環都要 都要 向這個建制派交代和安撫 是不是 其實 如果說林鄭犯了禁忌 可能不是整條 跟這個泛民尤其是民主黨這個溫和泛民 拉關係這條政治路線出了什麼問題 而在技術上 引起 他剛才說 引起這個建制派的不安 犯了一個技術上的錯誤 所以 給林鄭這個信息 給林鄭就告訴他 你做得比較技巧 做得比較圓融 你不要拉一派就得罪另一派 你要明白你的盟友真正在哪裡 我記得 不是很記得這個文匯 還是大公 只是這樣說 就說 晚上收了 林鄭三萬元 再晚一點 或者第二招 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在Facebook裡面說 本來就說 hashtag大和解 林卓廷hashtag不是大和解 隔了不夠24小時就反轉豬肚 我記得 簡單地說 這個左部 就告訴林鄭 民主黨這班人是養不熟的 你不要以為給了三萬元 他什麼都聽你講 如果你 期待 OK 預期 泛民的議員 好像 建制派這樣 給了 一塊餅給你 你就流口水 搖頭擺尾的話 我就覺得 未免 覺得這個功夫太過容易 做 我就 我就更加看不起民主黨更加看不起泛民 泛民和建制最大的分別就可能就是這裏 我跟你 所謂 建立了關係不是等於 哈巴九那樣應聲蟲那樣 全部都同意了 林鄭這個手法我經常都說 在政治的大的路線要和這個泛民的 部分的 溫和的議員 建立了關係 務求施政順利 我就覺得 這個方針 不是林鄭的自作主張 這件事也是賣給 銷給他爺爺的一個強項 不過問題是個手法 手法就是 你 買民主黨 而得罪建制派 這個手法 變了兩面 不討好 民主黨未必百分之百賣利 而建制派 就視你為 移情別戀 這就變得不詳實 我相信 所謂這個西環也好 或者文匯大公 或者建制派 釋出來的訊息 就去警告林鄭 麻煩 你做得 比較 圓融一點 比較有技巧一點 令到大家都覺得仇樂 是不是會好一點呢 我相信今天 這個 政治的形勢 微妙的地方 就是這裏 呼籲大家 有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反應是 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 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 本來是香港人 不過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其實都仍然是深 深係香港 他們在海外 都是 很支持我 也是恆常地去上去這個channel那裏 看我對香港的一些時事的分析 當然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 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是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 有很多種方法 就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 你去到 最好用一個網絡版就看到 用Paypal的 月定的方法 你說我不想月定 我想一次過 你用Paypal 是可以 一次過這樣 通過這個Paypal 去支持我 這個方法 亦都可以 另外當然你都可以入我的銀行戶口 把 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銀行戶口 我都是相當歡迎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你可以通過Facebook 來Paypal我 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的 就是 寫劃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 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一年了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 深植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 惡劣的 我是 盡我少許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仍然留在香港的 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是 有一個不同的 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一點 然後做一個 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植口快 來吧